想要看美麗的金針花 现在北部的民众不用再跑到花莲 在北海岸就有一大片的金針花田正在盛开 位在石门区的江峰果园 农场主人江平表示 在十年前退休之后 返回石门老家种植果树 开辟农场 而在儿子的建议之下 也发觉石门这里的环境非常适合种花 因而广植金針花 而一种就是三年多 我之前想说 要可以让我们来闭 要可以让我们看 刚才有 头发费 刚才有三年 中年有了 差不多一家桶 他们说 他这个要 帝里要种 这样粽粽的 一口一口这样来种就好了 真好整 每到了八九月的金針花期 将近六千坪的梯田 布满黄澄澄的金針花 相当的漂亮 而农场主人所种植的果树种类繁多 有芭乐 木瓜等等 而江先生说 他种植果树是因为兴趣 而目前就属金針花的面积最大 而这也让不少的游客慕名前来 还好啦 那个东部去不成 到这里稍微弥补一下 就是面积 面积在北部 没有 算很大 想看金針花 昨天看到报纸 就赶快来走一走 那看到感觉怎么样 好舒服 心情很好 没想到在北部有看到金針花 手上的相机拍个不停 虽然游客表示 这座农场的位置非常的不好走 到了山上都还要找好一阵子 不过看到整片的金黄色花海 都感到相当的值得 而农场主人的亲朋好友 每到假日都会到他的农场赏花聚会 而农场主人江先生表示 希望可以让更多人欣赏到这片的金針花田 而他也正在一步步的规划 将来要申请开设生态的休闲农场 提供民众休息 记者料品韩许端艺 十门采访报导